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9日20点39分联合报记者林博华及时报道高雄骑山警分局领口派出所徐姓 前所长遭检举四年前在职期间设向辖区民众谎称所内需求 录得一台新电视5万元的买机车经费不料已全被他私吞 一审一诈欺罪嫌判他9月徒刑上诉后高雄高分院认为电视没脱离公务用途判无 罪但募款5万元部分改一贪污罪嫌判3年8月始夺公权两年仍可上诉 检方起诉指出徐姓男子2012年4月到2017年7月间担任领口所长 不于2015年5月间向辖内某公庙蔡姓负责人表示派出所贝勤市需要电视机 蔡花1900购入后送 徐但徐却没摆在贝勤市 同年10月徐在开口称高市警局有募集机车活动 希望能捐5万为派出所添购机车 蔡姓男子于是找二友人凑足5万交付给徐 没想到也遭私吞 高市警局在2017年6月接获匿名检举后 警局正丰市 齐山分局督查组去访查蔡姓男子 徐姓男子从蔡 口中获悉遭查 决定还回5万 另多1万捐赠公庙 徐原本也要归还电视机 但蔡改签例捐赠同一书 事情曝光后蔡调理主管职 同年底检方指挥调查人员前往搜索 蔡姓男子征讯便称 他将所长寝室的旧电视搬到贝勤室给同人使用 相信电视放在所长寝室 5万元则是因为劝募机车活动已经停止了 蔡姓男子表示先放他那 等下次活动 他才先保管 审查出 派出所其他同人正称没用过新电视 且所长寝室仅徐姓男子自己可使用 可见挪威私用 令分局也没接获晨报有5 万元捐款 徐察觉是发便还钱 明显有私吞意图 认定徐利用诈数骗取电视及5万 一两个诈欺取材罪 和除9月徒刑 上诉后 二审认为电视机即使在所长寝室内 丰署派出所内 是公务用途 判此部分无罪 不过5万元部分 何意 停改一贪污罪嫌论罪 认为他严重损害警务人员形象 考量无前科也已还钱 判3年8月徒刑 持夺公权两年 齐山景分局领口派出所徐姓前所长遭控设以所内需求名义 木的电视机及购机车经费5万元 高 雄高分院二审判电视机部分无罪 但5万元部分 改一贪污罪嫌判他3年8月徒刑 可上诉 图本报资料照分享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米斯奇 因为今天是如其积迪亚 分享分享留言烈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